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号女士李玲 54岁 北京人 李毅已退休 又独立住房 选择语录 找一个爱我 懂我 忠厚老实 积极向上的男士尾巴 你介意吗 他不介意 我都不介意 那您择偶有要求吗 去想找个高个儿的 七次以上 一米七次以上 你十老师这个够够呢 我也没想问 就是我小孩拿十老师做一个比较 就这个儿以上的都行 让儿子去比一下 小孩都不敢站起来 我哪不敢站起来 我爱人 其实我爱人就一米七 七是吗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不是 你们鼓掌啥意思啊 我不太怕高个儿的女性 其实越高个儿的 女性吧 越好吼 真的 对 那像你这个小精灵不好吼 我有那么矮吗 人好 能说得一点 各高各矮 又不要后代了 其实无所谓 俩人谈不来 歌再高也没用 看起来是挺乐观开朗的一个人 应该是平常很喜欢玩吧 出去旅游啊 或者唱歌跳舞啊 什么的 喜欢看人家跳舞 喜欢听人唱歌 自己也喜欢 不会唱 那平常这个都做些什么事呢 就是买菜做饭 跪着屋子干活 哪都不去 孤生女人有好多都是这样 她没有那个兴趣 没有心情 她要有个男士呢 她能打起这心跳来 她就是说喜欢 但是她很少去跳 像我吧 我喜欢 有时候老邀请她去 我说你跟我去吧 我是交易舞啊 民族舞都跳 对啊 多好啊 她说我 我就好像 乖热闹 乖热闹 对 那性格跟那个 老爷们的性格 好仿的展语 这是多么的矛盾 我觉得不矛盾 你看她那个语录 找一个爱我 后面还有一个懂我 就一般写这个词的人啊 基本上都是情感细腻 但是表达比较直爽 所以才会反差 不太容易让男人懂得 所以要求找一个懂他的男人 真的 都说最高境界了 其实 阿姨现在说的得比较深 懂我就更深了 您这个好朋友啊 他说您特别宅 就在家里边待着 收拾收拾东西 然后培养孩子 这个儿子是女儿 还有孙子了 这小孙子是您帮忙的照顾吗 两个月月嫂 完了以后就是我 这个啊 就是一百天到的 还冬天呢 完了以后穿的特别少 全也在脱了 可好玩的 你看这个 一到他就乐 可爱乐了 我一见呢 我就说 你睡醒了 就他自己也那件 有人都说 你家孙子真能当给人 回忆起和小孙子 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李女士的脸上 不自觉地 洋溢起幸福的光芒 但想到现在 与小孙子的分开 她又有了些许的落寞 只不过我也病了吗 她妈爸就 把她老婆来了 来了以后 她老婆在这看着以后 我好几天就没去 我一进你开门 我自己开门都进 我给药人 我们两个来的 一上上哭了 提到小孙子 开朗的李女士 红了眼眶 据她讲述 离婚后 她一直把照顾小孙子 当作生活的全部寄托 但儿子突然的一句话 让她的那些备受打击 儿子当时说了一句 说妈 这孩子是我的 不是您的 你得把孩子还给我 是 沟通的形式方式 语言呀什么 我认为不应该这么说 她给画清 画了个道 就说年轻人嘛 沟通蒙利 有一些语言上 有些错位 但是能理解 她一抱走呢 她这 受不了了 孩子不好找对象 这是个孝子 孝顺的儿子是说 暂时让这个妈妈 心里不舒服 让这妈妈感情上 好像有失落 但她为了什么呢 为了你今后 三十年的生活 虽然我们现在带孩子 比如说带到三岁 上幼儿园之前 都是奶奶带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但是有可能你在这个过程中 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和这种爱 关爱给孙子 然后就忽略了自己 我有孙女了 发现我见到她比疼我自己 要疼多多得多 等到你六十岁的时候 再来找老伴 难度系数就更高了 第一呢 可能你要的这个男人 要岁数再大一些 第二呢 她个子还得比我高一些 不能像石刚老师那样 是吧 因为这样的话 你说那个人群 她那个目标人群 就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儿子 是个孝顺的儿子 虽然她做的这个事 我们看上去 好像有点不尽情理 但是她是内心充满了 对妈妈未来三十年生活的 爱的一种情感表达 这一个月我理解了 我知道 是为我好 要是你那小老伴 人家带小孙子过来 你见一见也好 没得许元关系吧 有好多事吧 就还好 不得好弄 如果这儿子不把 这个孙子带走的话 您会来选择吗 怎么 您会不会是说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 要找老伴 和您的前一段婚姻 有关系啊 据李女士讲述 她与前夫将近三十年的 婚姻生活并不尽入人意 受到了很大伤害 连儿子对父亲都颇为不满 这儿子对爸爸意见也挺大的 特大特大的 永远不能再回来 不愿让他爸再永远不能回来 可能觉得他爸可能太没有责任心 因为他现在也结婚有家了嘛 那就不行了 反正熬的这时候也不易了 既然你们三十年的婚姻 为什么最后分开了 他们外的有一公司嘛 他和谁 他和一个女的 可能就是偏上好多钱 好像是这意思 够二十个人以后 反正盘所就立案了嘛 就等于给他们抓起来 判刑了吗 判了那女的一年 他判了半年 因为他一堆病 一半年就见外之行 我都没见过这女的 还是就是他们 官局逮她的时候 我看见她 出来以后 这女就老找她呀 去哪找 去家里边 来家来老找 您的家里边 找她完了以后 这女想跟我说 我说跟我单谈 我说我也不认识你 你们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跟我谈 我也不懂啊 不知道啊 那她每次来家里干什么 她可能还想让她跟她干 但她不想干了 有点放一刺流了 这你知道吧 对她没有细心了 给那男同志 怎么着怎么着 这女的判刑一年当中 她可能又认识了一个女 我现在想琢磨起来 是这回事 您的意思是说 您怀疑她 一直是有其他的情感的 她说是互相利用 那她同意离婚 是要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吗 不是第一个那个 是后来认识的 所以那女的也有点 我觉得 我是这么想象 要是说那个NII 她不可能外来打 还是是在人和两个人的事 我觉得可能 不管那个生活怎么样 你看你的描述当中 给人看起来是一个 很不着调的这么一个人 可能对你伤害也比较深 可能你也不愿意提起来 就我们这个行业里 就叫打开心窗 让阳光进来 你得让阳光进去 晒一下 把那东西都晒没了 对 就真的就过去了 真的放下了 是吧 一号先生 这一号大姐 其实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您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了 她性格开朗 很开朗 长得也漂亮 眉清目秀 哇 长话 真条 真条也好 先生刚才说了几点几点 觉得您特好 您觉得她是供应您的 还是真心话 供伪的 这个大姐不喜欢 不喜欢热情 她喜欢温情的东西 喜欢慢慢来 你要有爱心 慢慢来 来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节目录制开始前 原定的一号男嘉宾 突然与栏目组失去了联系 几番辗转后联系到了这位先生 节目录制前 我们根据男女嘉宾的个人情况 及择偶条件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并在录制的前一天 与每位嘉宾都重新确定了时间 但这位先生突然的无故缺席 彻底打乱了节目的录制 尽管我们提出了补救措施 做了多番沟通 但他仍然不愿配合 蓝幕组本着对每位嘉宾负责的态度 决定换掉这位缺席的男嘉宾 今天的一号男士徐建华先生 曾在2013年上过一次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中 徐先生展现出了 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 并适合地给予对方鼓励的闪光点 今天他也发现了一号女士的优点 并大胆地表达了出来 长得也漂亮 没听不秀 但一号女士却认为是恭维之词 性格迥异的两人见面后 会发生怎样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我们今天本来一号男嘉宾 并不是徐先生 我们另外有一位先生 但是临时这位先生突然说 他在天津来不了 其实我们编导是 就是进行了很多次沟通 和他落实了我们录制的时间 也得到了这个明确的回复 但是今天非常遗憾 这位先生没有给出我们明确的理由 这么不诈意 因为那你当时你就落实的时候就说 咱今天徐先生是真是给我们救场 说你看我这衣裳也没换 这头发也没收拾收拾 就上场了 真的通过这件小事都能够觉得 您是一个很有担当 很愿意照顾别人的一位 真的值得我们忽略 也想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 尤其是这个报名参加选择的男女嘉宾 如果这个承诺了要来 那一定要到 因为我们组织这样一次棚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么多的观众 我们这个专家老师时间都很忙 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要把所有的集中注意力在这场棚上 花费很多的精力 包括财力物力 也希望呢 既然您承诺要来 我们就共同配合呢 早日帮您实现心愿 也希望尊重我们栏目组啊 能够实现你们的承诺 好不好 也特别感谢徐先生今天啊 能够给我们仗义救场 再次感谢您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提前跟编导说 你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年龄年也比一号 你是小一岁 对 您这跟谁打招呼呢 这都是您亲友团呀 不是 您都认识呀 都认识 我们这儿的明星 单身优秀女士 您都认识 都认识 什么情况呀 我也是上这儿看节目了 老观众了 对对 都认识 您没从当中那个 私在聊个电话什么的 没聊过这方面 那您单身想找那个老伴 你不聊这方面 你聊哪方面啊 私在聊 不好意思 这上台好意思 跟女人说话 这脸红 真脸红啊 真的 我觉得还不错 挺好的 好像显得你一号李嘉宾个高吧 就这儿看 一号女士 这年龄上你有要求吗 这位先生他53岁 比您应该小一岁是吧 嗯 你60年到 60年到 那咱俩还不 熟熟的 熟熟的 一号 您多大岁 我主要 我主要 我生日也小 我60年12月 那我们俩同岁 同岁 我也60 就是女婿对年龄上 也没有要求 从我这生日到60吧 别再大了 就您年龄之上 不要比您小了 这女爷要直一点 这男生这呢 有点发闷 您刚才这个 在场下连线的时候 您形容女士 特别好 对 怎么说 没听不懂笑 嗯 身条 女表人才 我说这人 他不信 您觉得他说那些 赞美您的话 是恭美 他刚才说 你不像说的是真心话 对 这是真心话 真心话 看着文质彬彬的 嗯 其实挺好的 就我们俩身高 可能有点了什么 我觉得好像身高 对 男团矮点 其实先生上来之后 我发现您更拘谨了一些 是没有找到 感觉吗 所以您的坐姿 一直是给人 这个后脑勺 没有 他哪里找到一个合适的 一搭眼 一说话 两句话搭上 就行 找到那么一个合适的 差不多就能过日子 那这样啊 如果双方都觉得 不是找特别 就是适当的适合的人 咱彼此祝福一下 我也想找他 我也想找他 选择同工 你也一样 谢谢 现在我坚决不找那种 那什么的了 你看金威 我前途他不就是老说瞎话吗 就您做的他说 您 就不喜欢 没撑过秀之在 说瞎话是吗 不是说瞎话 因为我特别直 我喜欢特别实实在在的 虚伪吗 这觉得 因为他夸您 现在您做的 他有一点 没那么实在 从什么时候 开始来选择做观众的 去年来的 去年11月过来的 那有看着 有感觉的女士吗 有 有啊 就挺多的 还挺多的 他 我看他 他看不上我 打电话 他也不给我回 没约上 那有主动跟您说 看上您的吗 也有 那您为什么就不同意 我觉得不合适 他看上那不行 人就不行 这点话不适合我了 我瞅你适合我 你倒不适合我了 您是老北京是吗 对 是想找个北京人吗 也不排除外地的 嗯 外地优秀 在北京有房也行 就是要有房 对 必须有房 将来不给 儿女什么 以后留下后患 打打 我们百年走了 儿女一打 就不给太交了 我是这意思 那如果要是一个 特别好的女士 外地人在北京 没有房 在老家有房子呢 那也不行 也不行 有点什么摩擦 离异的家庭 再重新去结合 这里边他牵扯到 子女问题了 比如说他看上 一个外地的女的了 然后又没有房 然后人家对他也挺好 但是子女会担心啊 他是不是屠咱家的房啊 将来结了婚 是不是还要 还要有 有什么其他的事啊 他明白 就别给子女添麻烦 也别给自己 未来重组的这个家庭 添凭空的烦恼 帮我推下 二号女士的话筒 你好 您是北京人吗 北京人 这您考虑过 找外地人吗 我看中的是人品 其他的还没多考虑 我主要是看中 对方的人品 但如果是一个外地人 在北京没有住房呢 您会考虑吗 看实际情况吧 人品要像石刚老师 这么好行吗 那太罢了 但是像这个徐先生 他就担心说以后啊 就是万一说 没有房啊 引起了一些矛盾 这个老伴一生气也得 回老家了 找都找不着 他有这个担心 因为人的条件不一样 选择的标准也不一样 我选择主要是注重人品 另外刚才先生说到 那将来子女啊 怕这个房产会添麻烦 您有过这方面的考虑吗 在交流当中 可以把有些问题都 开中 就是说都可以谈谈 二号先生 你好 您在这个择偶的时候 现在会想到 很多很周全的事吗 比如说房子啊 财产啊 包括子女啊 我考虑挺多的 好比俩人 现在生活挺好 走了一个 那个呢 就给自己子女 弄得也砸在手里了 如果说两头都有房子 两头都有子女 他不自己的 回到自己家去了吗 嗯 你想的更是 就比较缜密 比较周全 百年之后的时候 都想到了 对了 但其实 我们想的这么多啊 嗯 这些问题在 曾经的婚姻里 都不是问题 二三十岁 结婚不是问题 嗯 为什么 俩人都为这一个孩子 你现在呢 必然是两个家庭 符合到一起了 那既然你有这么多顾虑 这么多担忧 当时怎么就能下了决心 把那段婚姻结束 去面临 直接接下来 有可能产生的矛盾呢 谁想离婚这么大 孩子都这么大了 这么多年了 可是我没办法 据徐先生讲述 自己与前妻 就是因为房子问题 产生了很大矛盾 那会儿我住平房 他老想住楼房 后来他可能有 更年七了 四十来岁 体力特别大 跟我吵架 这么着感情就发生了变化 跟我分居了两年 您跟他分居的原因 是他提出条件 要买一套楼房 对 后来我 楼房我也给他买了 他还不跟我 搏机 那咱们就散 你们这婚离的 和房子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 怪不得您一说 将来找一半 得找个有房的 这别再有麻烦 你们这代人 已经因为房子产生矛盾了 别再让小辈们 长大以后 也因为房子而有纠纷 我也能理解 越来越理解 女儿对你们离婚 这件事情怎么说的 她倒没什么意见 她是一个很乖巧的女孩吗 非常棒 非常优秀 你是觉得离婚 有点对不起 不是吗 对 你现在经常会看到她吗 有时候她一礼拜 看我 礼拜六 在他妈呢 礼拜天 不上 提起女孩 这个北京爷们的内心崩塌了 家庭的破裂 让她对女儿心中充满了愧疚 她上幼儿园就开始 我接我送 我给她做饭 她妈什么也不管 男的东西特别疼女儿 她死了女儿 那男的心还细 您刚才这个泪水 让我觉得真的是心灵对您是有加分的 徐先生 我有个建议 就刚才听您这么多故事 我觉得您真是一个很仗义的人 但是呢 如果您把这个仗义再用在自己身上多一点 我觉得可能就好了 就是你呀 太太关心人爱护别人了 有的时候忽略了自己 徐先生在这里有过这一段交流之后 我不知道一号大姐是一个什么感受 其实跟她慢慢就知道 其实人的感觉是随着沟通和交流的深入而发生改变的 像她没有这种人就长期跟在一块工作 或者那什么老在一块 也没准人能理解 哦 了解他 有这人其实挺好 外向是这样 没准人看内心呀 或者是挺好的 她适合于这样 不适合于就是说 去搞得像就是一言让人家那种有演员那种 我相信所有人跟我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这位徐先生刚上来的时候 猛然给那个感觉 是不是可能觉得哎呀 比年龄也老 看上去好像还有点拘谨 可能但是等他说过以后会发现 这个人身上的很多 那个优良的一面就体现出 你看说到女儿 应该是一个纯爷们 散然泪下 看出他重情重义 然后从小一个人造过孩子 看出他很顾家很有责任心 嗯 然后对那个那个前一任妻子 两年期间 尽力的想弥补 哎 很依恋这个东西 很纵情的一个东西 嗯 很豪爽 而且最重要是该买房人还给买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我我真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会让人觉得就是说 确实 我的感觉跟刚进来的感觉完全改了 确实是 这仗义 这个词其实是很重要 男性很闪光的一个特点 这好我们哥们往后叫仁义大哥 仁义大哥 所以今儿您真对我们蓝幕族也 就说我 你请我一个 我请你两顿 真的 我绝对不欠人家的 呃 徐天说自己 这叫什么绰号 仁义大哥 这一般女性对仗义的男士都有好感 我不知道二号你去听过您的这个经历和您的讲述 对您印象怎么样 我们掌声有请二号你家丁 来有请 你好你去 哎你好 二号女士张丽 五十八岁 北京人 黎毅 行政管理退休 选择语录 找一位性格好 身体健康 不抽烟 不喝酒的男士 希望未来的生活和和不入 这您比先生年龄大 非常多 我不知道 您觉得先生多大 你管他叫大哥上来 对吧 不是我听你说 我肯定叫大哥 对对 我肯定叫大哥 对对对 你看仁义大哥把人带勾里 有时候那女多岁的三四十岁的样子 都那样 你知道 都看不出来 我也是说先看多大岁 我看不出来了 实际上 您刚才没留意先生资料 他比您小 五岁 是吗 比我小 五岁 这个年龄差距您能接受吗 我还是希望找大一点的 那您希望找多大年龄的 下限呢 多少以上 下限六十 哦 有那先生差点有点远 就这两天 我就想象 我觉得比我小的其实挺好的 两三岁 我来的尸体健康 他能那些 我想了 就是说 我说是五岁以上 五十八岁以下 对吧 就是你孙儿大的 将来你那个冬不了了 我可以刺 孙儿小的 我们要 跟我说 大多了 大女的 无所谓 你看 你看 徐先生 多有多会说 看到这位大姐五十八 人家就搞了个五十八以下 又是仗义 而且还真的很 很懂女人心 我觉得 你看着咱先生 有点好像 挺粗放型的 挺大气的 挺大气的 其实内心挺细腻的 我相信他未必 以前就想清楚过 说我要找五十八岁以下的 但是今天因为 也尊重你 而且对你印象也不错 所以先说了个五十八 是吗 其实因为先生 今天比女嘉宾年龄 稍微小一点 是因为确实也是临时补偿 年龄上有一定的 这个不是特别的匹配 不合适 有一些的不合适 其实我们今天现场 也有这个相对年轻一些的 女嘉宾是吗 有五十岁左右的女士是吗 您单身 您应该很年轻吧 您是五十岁左右吗 我五十 诶 这年龄合适 您对这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可能是挺正直 就是说挺仗义的 嗯 老北京人挺 挺就是懂 就是说 礼尚往来的那种吧 你也是 你也是北京人吗 我也是 老北京 对 那这个先生身上很典型 这些特点 是您欣赏的吗 反正我觉得这正直的人 都应该是这个样子 能差不多 能差不多 他也有那种倾向 看男士的 我能理解为 您对这位先生印象还不错吗 还行 您简单介绍您的情况 我零五年的就离异了 然后就是 自己一直就是做月扫工作 现在还在做 现在还在做 那孩子呢 您的孩子呢 那孩子 自己也是自谋之业的 男孩女孩 女孩男孩 男孩 还没结婚呢 没有呢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的伴侣啊 我这个不特好找 因为我这个工作局限性太大 老不在家 那真找着一个合适的 咱老在家不就行了吗 可能条件不允许 您还是愿意去继续 自己的这份职业 对对对 不愿意为了老伴放弃啊 可能是不可能 您是有经济方面的压力吗 可以算是那样 因为我没有工作 没有那个长期 没有退休金 哦 您要攒一些钱 对对对 我将来要养老 是成问题 你光指着那一套房子 是不可以的 我找一个就是说 有退休的 有医保的 没有退休金的 这就是压力就大 两人过日的太紧了 这样啊 女士 不要有太大的担忧 还是应该就是敞开心扉 空出时间 为自己以后啊 成立一个家庭做好准备 好不好 那就先生您休息一下啊 我希望就找一个 也有独立肚房 两人 住一趟 住一趟 然后都有退休金 生活 挺多好 这种大事情 他在 他就是说不负责任 我看不起这种人 就说话不守 不守气 我一般不跟他来玩 自己心里就想好了 比如说我找这个老伴什么样吗 除了是60到68之间 还有其他要求吗 脾气不要太大 不要太急性的 那性格好一点 就是这样 嗯 您是碰到过这样脾气大的吗 嗯 因为 我前夫他就是 性格脾气比较大 男人有脾气 不一定是坏事 我个人看 当然是你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您和您前夫是自有恋爱是吗 其实是介绍 那那个时候没有发现他脾气大吗 像我这种情况 按现在的话说是闪婚 也没有说像现在什么了解呀 谈的和那个什么性格各方面的 谈的来没有这个 没有一个恋爱过程 婚后发现他脾气很大 拿起脾气来 拿起手里有什么东西 巴就拽过去 因为我也没招的 是不是 我该干 我该尽我的责任 我的义务我得尽 是不是 是你心情不好 或者在外面 或者喝点酒回家闹 我在东北待20年呢 所以我在东北喝酒多 你不喝酒 要好多 这群众关系都没法搞啊 这些你不能说一点不会 但是你一定有一个节制 比如说别人不请他喝 他就请别人喝 对对对 比如说石刚老师 今儿站在马路上走 我见着 石刚过来走走喝一杯去 就这样 那就是酗酒 酒精成瘾 你这段商业 你别闹啊 你折腾啊 对家里也不负责任 对不对 对孩子也不关心 再说孩子长得 那从小是最不好当的了 要是孩子三两头得病 都我一个人 那您这段婚姻维持了多长时间 09年我们 09年1月 我们正式离婚了 当时孩子大了是吗 孩子大了 所以我不认了 孩子多大了 孩子上大学了 因为我旁边的就是 周边也有这样的例子 就因为孩子很小 父母就离离了 所以给孩子 你认为好像认为没什么伤害 实际上长大了 就把一些都暴露出来 所以他伤害很大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通过这例子 我想我不能离婚 这俩关系要是不好的话 孩子也在中间 也影响也不好 那你这离了 这个离了也不好 是不离也不好 其实家庭要是不和谐 这全部好 您现在是退休了 对我退休了 有时就参加文化馆和社区的合唱队 业余生活颇为丰富的二号女士告诉我们 她平时喜欢去社区学习唱歌 学习了手风琴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个文艺 手风琴呢 我以前卿家工的特别喜欢 我也是初学 没有多长时间 等把手风琴再学好了 差不多了 再学学跳舞 再学学那鼓声 喜爱文艺的二号女嘉宾 对养生也非常关注 现场她也分享了自己的养生经验 现在越到老宁呢 她会出现各种状况 一些情况 如何去防治 如何去治疗 如何去防范什么的 再有呢 从饮食方面 如何根据不同人的体质和的状况 是不是有什么基础病 来进行有针对性进行调整 从饮食上 反正有时我就接近 像地中海那种膳食结构吧 什么膳食结构 地中海 地中海膳食结构 那种 清淡 然后用兰兰油 对对对 专家说的非常 基本上不热潮 地中海饮食 是范指处于地中海 延安的南欧各国 及蔬菜水果 鱼类 五谷杂粮 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 研究发现 这种饮食可以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 还可以保护大脑免受血管损伤 降低发生中风和记忆力减退的风险 地中海饮食 就是不热炒 凉拌 其中以上的那个蔬菜 鲜菜 水果 啪啪一切 搁在里头一块 一拌就得了 一般的 那羊是一点的 沙拉酱 中是一点的 咱们的芝麻酱 你也这么吃 嗯 我也这么吃 都生吃什么 生吃 比如说什么菜 大拌菜 紫甘蓝 喝的搁点花生米 花生米我不炸 我煮它 煮完又搁里边 搁点花生米 再搁点西红柿 是吧 或者搁点木耳 什么的 就跟进你的口味 你去调 但是在调量中 拌一下 少搁点 少搁点醋 因为你醋本身里边也就有盐 嗯 就说的把这些 不是你每天都这样吃吗 我不用吃 我掉花牙吃 不是掉花牙 有点事 我不是嘴掉 就是说的 换着花样做 换着花样去改变 但基本做法都是这样做 对 基本是这样 吃肉吗 吃啊 肉也必须得吃啊 因为每天就像这样 也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来帮我推下二号先生的话筒 你好 你好先生 您听说过这个地中海式的 饮食 饮食方式吗 知道 膳食结构 膳食结构都知道 知道 那您觉得这套这个膳食结构 您能接受吗 也能了 我现在听这就这么吃 你也这么吃 哇 你们太时髦了 就是您也是每天就拌一盘子生菜 倒点橄榄油 搅不搅不搅不 那搁着这么酱 泻这么酱 饭呐 第二号先生和您有共同的这个生活习惯 您让这个施老师每天就是这么清淡的不炒一下吃 我也是地中海饮食现在 真的 吴东老师 您也是地中海饮食吗 我不是 我这每天 昨天刚吃一大块水煮油 又是油又是盐 您得批评我 我不批评您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吃 也是水煮鱼 对 我那个什么 你放油啊 橄榄油就是油 我一开始可以那个什么 就是拿油 把那鱼弄成那个鱼片 就用水 水过熟了 水过熟了 我把一片搁里边 我里边再调一些辅料 是吧 搁一点豆腐啊 搁点橄榄油啊 就是这样 但是味道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来我继续问一下二号先生 二号先生 您说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种清淡的地中海饮食的 十多年了 哎呦 十多年了 是您自己做吗 我自己做 您很会做饭吗 还行 家常饭 这您怎么在十一年前就想到 我要用这种方式来 这个饮食 这个十几年前我看过一个 看过一本书 就是介绍这个 嗯 受那个启发 啊 然后我就坚持就是这样 那您觉得这个二号女士 在这点上和您有这么大的这个默契度啊 是吧 就是 就是哈 这生活在一块肯定没问题 今儿你办西红柿 明儿我办黄瓜 对 您对二号女士印象怎么样啊 挺温柔的 而且脾气好这人 您喜欢温柔脾气好的吗 喜欢啊 您抽烟喝酒吗 我不抽烟不喝酒 哎呦 哎呦 挺好 您脾气好吗 哎呦 我脾气特好 哎呀 还有一个指标 这二号你是说了 他要找一个六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 是吗 我也符合这条件 是吗 您的年龄 我六十六 哎呀 这么合适 那咱赶紧把二号女士请上来吧 好不好 来 来吧 我抽看你 你能告诉我您 呃 刚才听声音觉这位先生是什么样吗 我觉得挺好 会是什么样的人 您大概判断下的这个形象啊 这个样子啊 高高瘦瘦 还是矮矮胖胖 这个是长得没清目秀 还是五大三粗 有没有感觉 比较注重饮食 注重健康的人 所以他不会胖 不会太胖 不会太胖 我估计不会太瘦 身高您猜一下呢 一米七五左右吧 我判断应该在一米七五左右 我肯定觉得没那么够 两位老师肯定有感觉 他说的并不是 他猜这位先生是什么样 而他心目中那个 他是什么样 大家的掌声有点 二号男嘉宾 看一下他的龙山 你真面目 大家好 二号男是周国强 六十六岁 北京人 丧后退休 选择语录 相互欣赏 相依相爱 相知相尽 相福相助 我听到几个大姐们都在说 不错不错 我说不错吧 不错 第一印象确实不错 而且您这看起来 身体身材导致的很好 很注重健康 除了饮食结构之外 还有什么保健的方法 锻炼 游泳 游泳 跳舞 游泳一次游多少 一次下水就两小时 下水两小时 那得有几千里吧 我不看一回一回的 不看 看点 一直游两个小时 一直游两个小时 施老师您能一直游20分钟吗 我能游5分钟 真棒啊 这照片上您平常还练太极是吗 练太极 咱比划两下呗 这行一 行一全你会 比划两下 他应该是来的时候 把头发锯一下 然后锯头不好 人就肯定不锯 刚才老先生在这 比划行一圈 我在想 要是王岛今天来了 因为老先生打地了 刚才那个 就是先生打琴拳的时候 表情是很认真 很严重的 您看到了吗 所以从那点看 办事也是挺认真的 这您都看出来了 对 有时能看着气氛 他肯定他心里 可能挺满意的 没人类比的 是吧 这二号大姐 您划事 这先生不错 挺好的 先生会打拳 游泳 会 游泳 还跳舞 还跳舞 是跳交易舞 教育舞 您会跳舞吗 我不会跳交易舞 但您不是想学来着吗 对对对 很好学 一分钟就学 你看 你看 现在想教育 来来来 想教育 来来 来 我上联谱 您上联谱 等一会 男的跳得还好 这女的可能步伐 可能有点跟不上她 平时跳舞可能少 街跳舞 最少有半年缘的 但是学会了吗 学会了 一分钟就学会了 真学会了 学会了 其实我看人 没学会 但是女士的回忆 就说我学会了 是 为了配合您 是不是 主要我笨 不过那笨 我也学会了 不是你笨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 你不 知道你不 能踩着点 我觉得咱这个 女士对先生 挺有好感的 先生不错 挺好的 先生您觉得女士呢 挺好的 对人 也挺好的 皮子也好 你看你们二位 这四目相对 全是笑意 而且我觉得 你们俩哪还特别像呢 感觉 是吗 像吗 你们觉得 我指的是夫妻像的 那个像 像 合适 这老头性格也挺好的 个儿差不多 这事能这么定下来吗 姐 女士 你这又闪婚了吧 你是不是能定下来 咱们继续往下交往 考虑考虑 是吧 你是说 你也考虑考虑 还是说 让女士考虑考虑 让女士考虑 我也考虑 你也考虑 这样啊 人和人之间 第一印象很重要 我们两位啊 背靠背 给对方打个分 我们来了解一下 你们究竟对对方 是怎么想的 好不好 来 百分之 百分之 应该都 95分左右 这俩都应该成了 90分 你呢 95 这先生的啊 我把先生的交给 施刚老师 我把女士的交给 胡邓老师 您这分打得还 零零整整的 还带小数点啊 女士猜一下 先生给您打的是多少分 90分 90分 我不知道您打的 也别公布啊 您估计女士给您打的是多少 95分 究竟多少分 我们随后公布 先生 有什么想问 这位女士的吗 还有问题 您在哪儿够 海电区 海电区 离中文三挺近 中文三 大点声啊 两位听不到 悄悄欢了 你们俩开始说 先生 我让您大点声 没让您离他近点 大声不是为了 让他听着 是为了让我们听着 要就是你们两个人 你俩一块说就行了 他们俩 我个人判断 应该有那么一点意思 我对先生厌厌不错 我原来想打100分 当然我后来考虑到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一个了解 是吧 您想打100分 也就是第一印象是非常满意 对对 挺好的先生 这个刚才咱这女士说了 其实第一印象是想给您哥哥打100分的 您觉得您哥哥是个100分男人吗 我哥是 我哥这人吧 是正直 善良 孝敬父母 这位女士呢 你觉得和哥哥合适吗 合适 别这么信 还看他们俩自己 我心里讲 爱出汗 这个现在台上的两位 是我路选择那么长 那么多长 感觉最好的两位 真的 一点不夸张 咱们这二号先生一上来 我真感觉底下 所有的大姐们都觉得挺好的 人到了这个岁数 你看整个这个感觉 干净 利索 方方明明一看就是一个 就像这两个老妹说的话 像外甥女哥的话 人看上去很顺利 我都呼唤是说 哎呀 我说这下子热手 热门了 热门了 得有人抢了 问一下三号女士 抱歉三号女士话筒 您对我们抢上这位周先生印象怎么样 还行吧 还行 那您第一印象呢 如果打分的话打多少 我打90分 90分 您觉得那个10分的差距是什么 可能小节上再注意一些吧 您说他不注意小节 这手段都带着男人 能不注意小节吗 把头发染一染 更显着年轻一些 您的意思是 这先生在把头发全染成白的 是这样出来很酷吗 妈更有品味了 方女士 您好 平和老师 我们场上看得很清楚 这个二号女士 对我们二号先生是很有好感的 如果说啊 您说我这个不参与竞争 人家俩说不定现场就定了 接下来咱们就走着看了 如果他要打头发染了 我就追他了 不是您想过染染头发吗 没有 我60岁以后就没染过头发 不是如果说这三号 你说您要碰着面特别好 特别配 特别喜欢 那我就染 那我就染 愿意为了爱 做改变是吗 对 现在有几个男同志带手绢 这二号你是有压力了 你看 有压力了 这样啊 就是我们也有了一段简单交流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一下 这个先生的故事 好 你是还有什么想跟先生说的吗 周先生 好 显得成功 祝你幸福 我觉得这先生还是不错的 挺好的 给我外表感觉这个人呢 比较属于那种老实人 而且刚才可以说我不会跳舞 他带我一下 那种时候我觉得这身体挺好的 您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吗 挺随和的 挺随和的 就是如果女士提出一些要求 不是很过分 您都会尽量的去满足吗 我能 比如说染个黑头 染个黑头 对 他跟他聊是一个感觉 他要跟我聊 那可能又是我自己的感觉 尼尔先生说 为了他这段婚姻 就是他妻子都说 你不给我买楼房 我就跟你分居 这要求他 这赶紧想办法满足 您觉得 但是我不行 我没那个经济条件 就是说我属于下海 没挣了钱的人 哪一年下海的呀 九亿年 做什么呢 原来我是我在东北 北游田工作了20年 回到北京 进北京呢 88年我进来的 然后到我父亲单位 蔬菜公司 蔬菜公司那年呢 就改革 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我从这里都出来了 我把关于哥的那个劳动局 过去哥的村的劳动局 然后我就外地自己干了 做生意 做生意 没做成啊 后来也做成了 就是我的爱人 在下班路上遇害了 爱人就丧偶 96年 96年就待着 那可待了不少年了 听听他 听听他 为什么说 当时吧 等我回来的时候 把菜切好了 饭焖好了 等着他下班 这会我呢 把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躺在床上睡着了 我们家二姑呢 回来就写作业 写完作业 他把菜一炒 炒完了 他吃了 吃完他也睡了 等我一睁眼 天亮了 我媳妇没回来 一晚上都没回来 就那晚上 他遇害了 那您早上前发现 妻子没回来 然后呢 没回来 我赶紧就找 我赶紧上你姥姥那 因为她的每天就是 她的就是三点一线 娘家我们家 然后咱们老是这样三年 从哪儿又不去 回家之后 我说赶紧让你去 上你姥姥家 那会儿没有电话呢 九一年没电话 到姥姥一看 没有 得 然后我就找 就保安 或者再找 最后第三天 我找到的 您找到的呀 我找到的 在哪找到的呀 在草坑里找到的 下班的路上 车也没了 什么东西都没了 被人打死了 去抢劫了是吗 抢劫了 恩怀夫妻到我老头 叮叮当当一辈子 当时两个女儿 两女儿 我的小女儿16岁 我大女儿21岁 大女儿上大学 大学没耽误 就毕业了 然后二女儿呢 上的职高 职高正好那年 能够考高职 她说什么 她也不考了 我这给她做工作 我说还有钱 还这什么 还够你上学的 说什么就不去了 她是为了照顾您吗 她是为了照顾我 整天的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跟我睡在一床上 她不睡她那屋了 她担心您 她担心 她看着我 她怕您 怕我再发生意外 因为那时候 我几乎就不行了 拿不起个儿来了 就 因为我跟我的爱人 太好了 主要是太好了 75年我们俩结婚 我25岁 然后26岁 我有了大姑娘 30岁 我有了二姑娘 我们俩一直挺好 生活了22年 在22年当中 没办过嘴 没打过架 每天晚上都聊到半夜 老有说的 而且是一个 这一段恋爱 就没断过 就好像在22年当中 一直都谈着恋爱 突然间她没了 你想我的心里头 就特别受不了 一直接受不了 出发时间 尤其是被害 听这一段 不仅仅是感动 有一点被震撼 22年的婚姻 在老先生嘴里面 是完了22年的恋爱 这句话 好像我只在影视作品 和小说里看到过 所以我都 真的是掉泪了 今天看到了现实版 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当遇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 姑娘能够那样 去陪着爸爸 因为我经常看一个 家庭的生活质量 跟孩子的程度 跟孩子教育的程度 成正比的 我总相信 一定是你们夫妻之间 那样一个 纯真的情感 才会培养出 那样孝顺的孩子来 因为原生态的家庭 对孩子教育 是有直接影响的 所以我想 这样的一段经历 给我们看到的是 真是世间 真的有很美好的情感 我相信您 这段经历的讲述 不仅打动 我们现场的 观众和专家老师 这个女嘉宾 肯定心里也有波澜 来帮我摊一下 三号女士的话筒 三号女士 您好 您好 刚才先生这段故事 您听到了吗 听到了 您现在什么印象呢 责任心 还有爱家庭 爱妻子 爱儿女 就是这么一个 除却没有染黑发之外 听过这段故事 您加分吗 加五分吧 九度五了 对 我感动 我挺感动的 而且像这两人 一直在谈恋爱 反正我觉得她挺 那个什么 也是性情中人 刚才这个二号女士 她的这个形象样子 和她的这个喜好 我们都知道了 这种类型的女士 这是您欣赏的类型 对吗 是 您有一个具体的责偶的 一个标准吗 您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 善良点的 然后脾气好一点的 而且也是更有责任感的 互相欣赏的 您是选择的这个中视观众吗 是啊 经常看 有一天我看两遍呢 真的 上午十点半 有时间的 十点半必须得看 然后一般晚上 那个必须得看 晚上 看了那么多次选择 在这个那么多女嘉宾当中 您有看到这个 您说的这个 善良啊 有责任心啊 脾气好这样的女士吗 有 有啊 有 谁啊 我心里还真有一个 信仪的人 是灯笼姐 他送灯笼姐来的 嗯 你去来之后 还是漏吧 对 您是冲灯笼姐来的呀 哎呦 您不早说 让我们跟二号 张罗的半天 就是灯笼姐 市场有酒厂都在 干嘛 今天没在呢 对 灯笼姐真是 市场有酒厂在 啊 就是啊 节目录制前 二号先生曾告诉我们 他在电视中 无意间看到了 灯笼姐后 就再也已不开视线 即使面临被拒绝的可能 也要与灯笼姐见面 节目录制当天 我们悄悄的 把灯笼姐请到了现场 先生上场后的 所有表现 灯笼姐都在导播间 默默的关注着 我明白了 您说您是忠实粉丝 早上看一趟 晚上看一趟 实际上是为了看灯笼姐 没有说 对 主要不是看顶红 对啊 顶红姐 那么几个反打镜头 也得使劲 顶红吧 老也不报名字 你知道吧 记不住 不是记不住 那你报过好像少 对 结果我老听不着 结果这两位专家呢 就是您是新来的 您这几回才有 对 石刚老师 以前也来 断断续续续 都是那个沾灯笼姐的光 混了个两首 稍待着看了我们姐 但是这个 你会不会是说 您跟这个编导说了 您喜欢灯笼姐啊 那您的简单情况 告诉了编导 编导转速之后 灯笼姐说 那有不太合适 所以没来 我真不知道 人家有回绝 咱们 咱们就是 有没见可能啊 觉得我岁数跟他差太多 你知道吗 差十岁 十岁 我六十六 他五十六 是吧 您担心他因为年龄 所以 我就担心年龄 因为他说 有的有条件 个儿高啊 回族啊 嗯 这些个 我觉得我都可以啊 哦 您也是 回族啊 我很有自信 我对我个人的 一些情况啊 从方方面面的 我认为 三四条件都不错 您觉得 灯笼姐要看到您了 会说 不喜欢吗 都不会说 真的 都不会说 为啥呀 我搅着我还可以 就在二号先生 表达对 灯笼姐的喜爱时 灯笼姐 已经悄悄的 在后台 准备上场了 马剑老师 原来在这 就礼拜四 礼拜四那天 就重播了一回 就是那个 集锦 集锦那段吧 我原来 我没看见过 那个 灯笼姐的 那个情况 结果呢 那天 可能有了 哎呀 我真有缘分了 这就是到跟前了 哎呀 我看见了 嗯 这样呢 你知道我们笑啥吗 啊 你笑啥 哎呀 这么点 哎呀 你干嘛 先人热 我刚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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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就 来 这姐怎么就上来了 我回头一看 后头站在台口 没有 你看 进来的时候 好像是散发吧 你多有女人味啊 这不一样 人类就想 人各有所爱 这怎么以前老说 请您上台 你老不上来 今儿怎么就上来了呀 而且刚才不是品红 拦着我 他在拍你 编导说了 说一个先生 看了我节目了 说 要见见我 我觉得挺感谢的 其实也有这个 节目播出之后 有男士喜欢您的 但是您还就一直没有看到有演员 对对对 我知道 今儿我接 登龙姐得关了 您给我讲 您不应该叫登龙姐 登龙妹 大家都叫 我们叫这个名 您得换一个更甜蜜 更那个 对 现在就换 那就是 杨静 那抱歉 静 静 静 我还没来得及感受到的 没什么的 直接静 我希望登龙姐 尽快能找了 因为找很长时间了 登龙姐今天上场 和平常特别不一样 石老师 对 上来变化可大了 不说话 首先变得有点扭捏 往常那个豪爽劲没了 另外那个镜子鱼出售 我在这都看到飘出两片红云 现在还没有完全散去 登龙姐 是不是对先生印象不错 咱实话实说 在观察时我看了 印象还可以 刚才二号女士可是说了 她给先生打一百分 她认为这是个一百分的男人 那看男士吧 那您对先生印象 来给我们做一个整体的 您的理解 认为她是什么样的人 应当是个男人吧 不不不 这个 请解读 你所说的男人 同性别来讲 都是男人 但是有的人 做出了事来 不是男人 我说的男人 是这个意思 就特爷们 对 有担当吧 应当是 我都从一次见 这叫什么登龙姐 一点都不温柔 我觉得太野性了 他能给这男的 能欺负死了 您喜欢登龙姐什么呀 我觉得这人挺正直的 而且也挺有责任感 有担当 眼里不如沙子 就喜欢这样的 就喜欢这样的 是非他不找吗 那得看登龙姐了 是吧 这鲜水变扭捏了 搓的绳 你看登龙姐 您刚才不是 已经还好吗 你全的那个 对 你扭捏得看登龙姐 看登龙姐 不对不对 不能叫登龙姐 叫静 您直接问问吧 静 你对我印象怎么样 您在哪儿中 我在东城 哦 东城 我在宋台 我刚才听见了 说您在楼梭桥是吧 楼梭桥 这距离怎么办呀先生 不要紧 没有距离 这就不要紧了 那您能风雨无阻 天天往那儿跑吗 能啊 我就两头跑吧 我这时候家里 还有一老母亲 不在我家 一个楼两门 嗯 我得居然看一眼 我妹妹老照顾她 嗯 就是我们在海南有房子 我妹妹买了房子 然后冬天的时候 十月份 我们就上海南 老人上海南去过去 然后我就跟着去策划 嗯 到四月份 第二年四月份呢 我们再回来 每年都这样吗 每年都这样 已经十多年了 十一年了 不那房子够大 能再住个媳妇吗 能啊 我们这有一个两居室 一个单居 冬天愿意去海南过冬吗 没问题 就赶紧给家掌正啊 哈哈哈 幸福 呃 要不就这么定了 哈哈哈 来 东东姐 有什么疑问 赶紧站上时间 问这位先生啊 他是专门冲您来的 啊 我刚才都听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互相再考虑呗 再还要再考虑 那肯定 你这话一说 这先生那个手都快 撮破皮了 哈哈 给我一机会 给我一机会 这先生说这话 这可能不容易 哈哈 给不给吗 这东姐能看上吗 我估计看不上吗 东姐条件挺高的 我跟你讲 先生见了您之后 整个变了一个人 啥都不会说了 骑友团赶紧使劲 你知道这个舅舅 是冲着这个阿姨来的吗 邓老阿姨来的吗 知道 他之前还让我在那个 希腊微博翻过 一次 发微博发什么了 就是他说 你把我的信息 给那个希腊微博 那个节目组再发过去 然后就又发过一遍 然后后来 后来就我说 人家没回复 他说 哦那就算了 然后结果又过了 什么半个月 他说 哎你陪我去做节目吧 就是为了这个邓老阿姨 嗯对 这个舅舅跟你说 他有多喜欢 这个邓老阿姨了吗 嗯 他他没跟我说情 估计跟我老姨说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大姐 跟您聊过这事吗 是我在电视上 先看见灯笼姐的 您先发现灯笼姐的 对 哦 因为我们是民族 比较 生活习惯很像 对对对 灯笼姐挺实在的 我觉得跟我哥挺相配的 你跟哥哥说了之后 哥哥什么回馈 我哥后来也看了 看说挺好的 要找不就来到 选择了吗 嗯 刚才这哥哥说 能给我个机会 没手错的呀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现在 整个变了一人 您得帮他 跟灯笼姐 沟通一下 我哥这人特别实在 心仰特别好 你要跟我哥在一起的话 我哥绝对的 会照顾你 哈哈 不会打架的 嗯 脾气特别好 嗯 跟我们这几个妹妹 从来没打过去 这妹妹一激动 也不太会表扬自己哥哥 哈哈哈哈 我听出来了 啊 来周先生 我刚才说这个方向 您得跟灯笼姐说说 得跟静 说一下 真能跟我走在一起 我每天捧着他 跟他说 跟他说 我每天捧着你 怎么捧着呀 多干活吧 是吧 多干活 你说上场去 我陪你去 嗯 咱俩就逛商场 去溜湯 那个灯笼姐 喜欢被人捧着吗 我不掉下来就行 哈哈哈哈 太会说话 但是我估计啊 那个就是 杨女士一上场之后 咱这个观察室的 至少二号女嘉宾 这得心里酸酸的 再报告一下 二号女士的话筒 这个周先生说 他其实冲着这位 场上的女士来的 啊 您现在做何感想 呃 我尊重先生的意见 先生呢 是因为他冲 邓笼姐来的 我尊敬他 不是 二号大姐 特别失落 哈哈 哈哈 二号大姐 特别失落 不是这样的 他想接受接受 这个大哥 嗯 如果说 主持人不给 当娘的话 我们两个人 都要给他做这个 啊 您和那个一号 你是都准备 给二号女士 做红娘 给他俩 穿真影线 对对对 先生您还挺 那个 稍微喜欢的 但是二号女士 虽然场上 出现了灯笼姐 但是您愿意竞争吗 愿意 谁气人家说呢 二号女士 因为这样我们刚才看起来 两位老师也在说 您和先生匹配度是很高的 从这个生活习惯 饮食结构 各方面都还不错 脾气 性格 当然了 先生也说了 他是之前啊 先入为主就喜欢上了灯笼姐 但咱可以竞争啊 我尊敬大哥的意见 您不想竞争啊 没放弃 现在正在冲 现在就要上台 是谁要冲啊 二号大姐 她要上台吗 对 在两位同伴的鼓励下 二号女士鼓起勇气 做好了重新上场的准备 一个态度淡然 一个热情洋溢 两位截然不同的女士 二号先生将如何选择 掌声有点二号女士上场啊 翻场 来来来来 我先拿把椅子啊 你好灯笼姐 来 给你把椅子 你们俩怎么说起笑笑话来了 我一见灯笼姐就喜欢灯笼姐 非常好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一上场 就勤工姐妹了 因为我喜欢灯笼姐 您不喜欢先生了 这是两个题 先生觉得被晾到一边了 你们俩上来又说笑笑话 又搂又抱又拉手的 虽然你能看到你们俩一见如故啊 但是在爱情面前 那机会只有一个 鼓励他 鼓励他 我鼓励你 我鼓励你 您觉得您和灯笼姐之间 谁更适合这位先生 我只能说我对先生印象不错 感觉先生的人挺好的 灯笼姐比较合适呢 还是二号大姐 当然肯定是二号大姐 多合适 他也特喜欢 二号大姐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 二号先生和灯笼姐合适 还是和这位 二号女士合适呢 都合适 不行不行 这事不行 必须得选一个 觉得和灯笼姐合适的 请举手 觉得和二号女士合适的 请举手 太难了 我们都难 两位老师呢 你们觉得呢 这得问这位男士 就是他最后怎么做选择 说实话 这男士心里 我觉得他七上八下了 因为他拿不准 灯笼姐是不是选择他 对 今天我就笨灯笼姐来的 您态度很明确 我开头就明确 我就这么说的 征求一下灯笼姐的意见 问问他 这个任务得交给您 我就不帮您问了 问吧 先生 我先说吧 你说吧 难得这女士挺喜欢您的 我觉得 这女士适合 这女士适合 那个灯笼姐姐 您的意思是 我觉得 这个二号女士 跟这二号先生 他们俩合适 您是觉得 自己和先生 没有那么合适 对 而且难得的是 这个女士 也喜欢这位先生 老头失落了 灯笼姐 特别明白 说出来了 第一她比灯笼姐 大十岁 有可能老的岁 希望您珍惜 这位二号女士 那也谢谢 谢谢 我们也谢谢灯笼姐 叛求 谢谢 谢谢 那您 标准 我觉得 就年龄稍微有一点 因为再过过五年 她就 呼吸了 我觉得 二号女士 挺喜欢这男士 挺难得的 所以 既然我心里有这个考虑 那我就没必要 耽误女士 也耽误男士 也写一样说 能触碰他们俩 不是更好 两位都请起立 我们接下来要上第三号了 但是最后呢 我也争取来两位的意见 先生 其实灯笼姐是比较明确 觉得你们两位不太合适 不合适 您还会进行其他的选择吗 试一下 试试 还可以 二号女士 您呢 您还有这份心意吗 考虑考虑 您要考虑考虑 没关系 因为我们刚才厂上 其实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我也没有想到灯笼姐 就直接拒绝了 好事 是好事 不要耽误彼此 但是也是让我们觉得 有一点点难接受 没关系 我们都回去冷静一下 好好考虑一下 好吗 但是还有一问题 先生 接下来要上场的三号女士 您还见吗 见 三号很优秀 还见 好 那这样啊 二号女士 谢谢您啊 您也考虑考虑 被灯笼姐拒绝的二号男士 选择了继续与三号女士见面 这使回到观察室中的 二号女士心中 有了些许疑虑 我还想考虑考虑 为什么 因为保留意见 因为 因为就是从灯笼姐来的 如果不行呢 那下次她还来 别在乎她说这个话 不是在义的话 这是她一个态度 与二号男士生活方式相同的 三号女士上场后 二号男士 又会走出怎样的抉择 三号女士 李淑莲 54岁 北京人 李毅 职业 高管 物业师 选择语录 找一位有素质 有修养 处理任何事情 适度的男士尾巴 您这穿着旗袍 还拿着 是什么呀 这是 道具跳舞 这是道具呀 我看一下 我去西藏的时候 一个哈达 哦 这是西藏的哈达 对 比较高达 您是准备 今天如果碰到一中人 就把这哈达 献给他吗 这是 你那么开心呢 先生也很喜欢跳舞 但是这种事 您是要跳民族舞 他的民族舞 您懂吗 我能看 能看 但是跳舞之前 我还得问一下 三号女士 刚才内幕也挺突然的 就是邓仲姐和二号女士 都喜欢先生 但是现场就突然 邓仲姐拒绝了 然后多少都有一点尴尬 我觉得不太遗憾 人生嘛 选择是多种多样 随缘就好 对 看好就好 适合自己最好 说的真景体啊 谢谢 您呢 对二号先生 印象呢 他可以去为您染发 对我还记得了 我没忘了 我没忘了 比较淳朴吧 嗯 比较淳朴 过日子人 刚才打了95分了哈 对追加的 追加的 现在经过了刚才那一幕 又面对面看到了先生 您这分是降啊 还是升啊 还是保持吧 95 95分 嗯 给一点鼓励 96 好 又赶了一分 你得说真心话 您是针对先生 印象也不错吗 平行去看人 应该还是行吧 还是可以的 平行点 好 那这样啊 现在你也带着道具了 穿着这么漂亮的旗袍 咱们一起欣赏一下 您的舞蹈吧 好不好 他肯定跳 他跳好多年了 还会唱歌 多才多艺的三号女士 还经常在公司集团组织的会演中担任策划 主编 主持等工作 只是在公司年会上您会去主持 基本上都是我策划 文艺积极分子哈 魔力的 您今天年龄是54岁 快55了 什么时候退休呢 今年11月28号 就退休干部嘛 退休 但是现在自己还在 有一大摊子事 还有一大摊子 还是有事情做的 这个 不是我选择的范围 觉得稍微太胖了 先生怎么变那么严肃啊 我觉得先生是被这位女士给吓着 强大气场 气场 第一次看舞蹈跳得这么好 而且又是高管物业师 还有一大摊子事 对 我的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是被东文姐拒了以后有点说 没缓个事了 没必要 没缓个事 有困大的事 到时候我发不见 就是说这选择是相互 是不是 还得进一步了解 因为你 如果选择的话他再给你送花 你还会选择吗 你接吗 所以我现在有点 真有点那个什么 有点有不欲 这位女士据我所知呢 您也是这个少数民族是吗 对 岁数差得大 岁数大 五十四岁 年龄上你有要求吗 只要这个人优秀 七十岁我都能接纳 我不需要他挣多少钱 对于钱和物质来讲 对于我来讲无所谓 我不去看中那些 我只是看中 一 人的人品 第二 精力和阅历 跟我相似 能沟通到位 窗户纸一点就破 年龄没有差距 只要是个优秀 能相互 别别别别 看先生啊 刚才一直低头沉思 我发现大姐越说 那先生这个手 没事 没事 说话跟他那个 那心里想的能不一样 就几个说呢 你看刚才他说啊 其实我都那个人 他刚才一看这老头 天上一地下跟我 您觉得这气场 您hold得住吗 我让人hold不住 谢谢 先生也可以hold得住 您拿行一拳 他这样说 我让人hold 也就 您愿意被hold吗 愿意 管着我多好啊 我多省心啊 所以您低头沉思 是这个意思 是 我在想那个呢 他说这么好 就是年岁 我一想 哎呀 他这么多 70多没事 我是很开发的一个人 但是都是中的人 那您是愿意找一个 能够hold住您的 就是能够照着您的 还是说您hold着别人也行 您照着别人 不是欺负的hold住 是关爱的hold住 就行 您是希望找一个关爱您的 还是说您也愿意去关爱别人 只要他对我好 我愿意伺候他 先生 您能对人家好吗 能了 我觉得这先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先生是不是见到 这个女士被另外一种 这个气场和另外一种 没所吸引了 是吗 有这种感觉吗 我说挺开动的 那他没有所辛苦 你看他说话 哪都行 离你多少年了 就是走法律程序是2000年 在这个之前我们一直在分居 一直在分居 为了孩子 孩子要是不是拿我的货本 考上北航大学以后 他还不知道我离婚 儿子给我一句话就是说 妈妈你健康快乐 就是咱家的幸福 你怎么做都对 你看他都丧 脸一皱纹 他经历比我要经历的多 儿子也希望你能够早点找一个办理 对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能感觉到先生 其实因为民族的共鸣 因为这个女士身上有独特的光芒 也是 你也有好感 对吗 也有好感 确实有好感 确实 这咋办呢 吃饭 你们说话 个人的信仰都一样 我觉得这女士是个直性子 也是一个敢担当的人 对 其实对先生印象也不错 但是经过刚才 很多场上这一幕又一幕 可能每个人心里都需要去接受 去思考 这样啊先生 刚才您给二号女士打分了 邓仲姐您是喜欢 这也不用说了 三号女士您也打个分 打完分呢 您去休息 再做一个冷静的思考 好不好 这个分我们不会公布的啊 最后我们选择的时候再说 来 您的两个分数啊 给二号和三号女士的分 我都会放在施高老师手里 是是是 嗯 你给男士打多少分 我给打96分 那你感觉他会给这个三号男女士 打多少分 按他刚才那个 那态度 我估计刚才也低本 二号先生现在有点 脑子有点乱了 完全被震撼了 嗯 起初是为了邓仲姐来的 结果一下来好几个优秀的女同志 对 各有各的特点 对 这分数得包好了啊 请施高老师保存最后做点评 好 谢谢您啊先生 休息一下吧好吗 我见到他非常高兴 啊 但是人家回忌我了 我也很高兴 因为特别直熟 他说的特别的 哎 直截了当的说了 那对于二号和三号女士 您更倾向于哪个 二号 从军毒上来讲嘛 我想更去向于三号 但是年岁又小一点 我这俩正在 正在 对 刚才胡邓老师也说了 说您气场挺强大的 特可 您有这种感觉吗 自己气场很强大 我认为一个女人 就应该具备这些 在外边赤煞风云 回家就是如同一个保姆 这是我个人观点 要在家庭当中不要强势 这个观点也挺震撼的 对 这个观点我们经常在 其他的节目里讲 叫女人在职场上 要是这个白骨精 回到家里要是福利精 他挺强势的 现在气场挺大的 挺不错的 多开朗 对 有话点说 这也怕什么就是了 特别 你们俩我觉得挺合适的 挺合适的 对 您刚才就说了很多 让我们听起来像 就是格言 或者是像总结的 人生总结这样的话 是您现在就随着年龄增长 这个经历越来越多 所总结出来的 还是您一时就这样认为 女人是应该家里 做一个贤妻良母的人 在外边要事业有成 我家是个大家族 从小就是灌输这些 所以说奶奶这块来讲 尤其是对女孩子 管的是颜上家园 只许男人放火点灯 不许女人 就多看一眼 就是这种教育 那其实在这种 很传统的教育 包括您 古的身处 从很年轻时候 就这样看 那应该是 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婚姻 留得住啊 这个婚姻嘛 我不怕 这场人的笑话 因为我也有责任 在部队的生活 我就结婚了 但是呢 爱人比我稍微大一点 前爱人吧 比我大一点 又帅 经济上又富有一些 哪个爱美之心的女人 不愿意身边站在一个 富有的哪先生啊 因为我正处一个 哺乳期 而且呢 我们是两地分居 在您 怀孕和哺乳期的时候 对 出现了一点 情感上的危机 对方是个空姐 我找了 谈了四次吧 你找这个空姐 谈了四次 对 她就是不放手 她认为她占了 她的便宜 跟丈夫谈了吗 当时 我也谈了 她什么表情 谈了 她不要让我放弃她 所以她并不想分开 她不想 但是我的家庭 不允许 这事跟 您跟父母说了吗 父母都知道 不允许我们家 这样的行为 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女婿 不允许 所以说 我也是迫于家庭的压力 我自己也挺要脸的 越怕不对啊 都知道什么的 所以我就干脆 我就 还算了 尊重你的选择 男人有男人的选择 你就选吧 所以我就带着孩子出来了 什么都没有要 听她多温柔啊 为什么那男的就 让这男的那么挑剔呢 那时候手里只有 二十块钱 就是这样 三岁到三十一岁 孩子的培养过程当中 我一分钱没有要过他 所以说 这么多年 我的日子很死 就是在婚姻上 我没有长 我依然没有男人 我一样给孩子 培养成人 也哭了 我觉得女人是不容易 挺坚强的 都好啊 比我坚强 我没有她那么坚强 过渡一下 就这些日子 然后出去找活 不能硬扛着 你知道当时你也在军队工作 你先生也在军队工作 那个女的完全是刑事犯罪啊 破坏军婚罪这是 但是你看 他就整个人的感觉 就说 那既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算了 那我和孩子走 前面我们有仁义哥 您这叫仗义姐 反正无论是仁义哥 仗义姐 都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 对 善待自己 我觉得人挺好 但是我都顾虑年岁了 民族也行 不用顾虑年岁 先出一下 对对对 先出一楼看 其实有的男人 特别有脑子人 其实真的取他好 每个人都有过去 但是看到了对方的过去 能够接受理解 一起迎接未来 那是希望两个人 共同去创造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所有男女嘉宾 看看你们是否有缘 选择成功 来 有请各位 你好先生 您今天有选择的对象吗 没有 没有 如果喜欢我们这个 仗义的一号先生的话 拨打我们的日线电话 和我们取得联系 谢谢您先生 二号先生 您今天任务很重啊 内心很纠结 施钢老师手里拿着 您给两位女士打的分数 施钢老师 是吧 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分数吧 这个咱们二号男士 跟给二号女士打的原始分数 是90分 给这个三号女士打的分数 是95分 您决定要献花了吗 决定放弃 您放弃了 放弃了 我是觉得二号先生 现在是脑子是乱的 他也是想找一个回族同胞回名 然后呢 场上也确实出现了 而且灯冬节也是他这个心仪的 所以他现在整个场面比较紊乱 所以我觉得要回去好好地想一想 但其实今天啊 我相信我们来到现场的几位嘉宾 你们的真诚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在爱情面前 我们只要有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 相信幸福都会离我们不远 祝福你们做好的人 谢谢我们两位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回节目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谢谢观众朋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